Hello 大家好 我是HIK 各位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应该已经是2021年了 本来我寻思吧 年底了不着急 各家应该也不会有什么走量期间了 但谁曾想小米11在2020年最后几天一炮打响 友商也在1月份叙事待发 所以我本来不着急的2020年智能手机盘点 也得赶紧提上日程了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本期视频的重点 本期视频不会是一个严谨的测评 也不会覆盖所有交易段的产品 我会根据我个人在2020年的观察和体验 去选出2020年我心目中的几个智能手机之最 本期视频绝物恰犯 各位可以放心使用 所以接下来无论我说这款产品是最喜欢还是最失望 我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和失望 小米11是2021年1月份才上市的 所以小米11这款产品不会被放入这期视频里面 如果接下来的几个奖项你也同意的话 请在公屏上打出我同意 OK 我们正式开始 首先是2020年进步最大品牌 我心目中2020年进步最大的手机厂商是 小米 小米在2020年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就是冲击高端市场 那等了一年内我不能说小米手机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小米确实向着这个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也为消费者带来了进步非常大的小米手机 小米10系列的售价刚刚出来时 很多人包括我都为小米捏了一把汗 因为之前人们对小米手机的期望 往往是搭载了旗舰芯片以后的1999 2999 总之是一个旗舰的配置加上一个低于预期的价格 但小米10不同 小米在这个系列的产品上选择去做一款相对均衡的水桶机 把之前小米选择舍弃的细节做好 最后的结果就是 小米10成了2020年上半年的旗舰守门员 几乎所有友商发布新品以后 小米10都会被提起 都会被用来比较 这其实是对小米10最大的认可 那事实证明 只要小米努力 为消费者带来足够优秀的产品 哪怕价格相对高一些 广大消费者也会接受并买单 新年里小米11是个不错的开头 但我更期待小米能够在2021年更进一步 带来在质感和设计上更加优秀的顶级旗舰 小米加油 接下来2020年最佳小屏旗舰 在这个大屏当道的时代 小屏手机早就不再是消费市场的主流选择 不过也确实还有一部分消费者 喜爱小屏手机所带来的操控感 2020年的大部分时候 我都认为我用过的最佳小屏手机是 三星S20 顶级配置堪称安卓阵营里最流畅的120赫兹 并且三维控制极佳 手感异常出色 除了充电漫 我几乎认为它没有什么缺点 就在我认为三星S20已经坐实 2020年最佳小屏旗舰时 谁曾想友商苹果带着iPhone 12 mini杀了进来 所以很抱歉三星 2020年我心目中最佳的小屏旗舰必须是iPhone 12 mini 因为它真的太小了 我第一次上手iPhone 12 mini的时候 真的感觉好梦幻啊 一个如此小巧的手机 有Face ID 有A14处理器 还有5G 光把手机做小并不是最牛逼的地方 苹果牛逼的地方 在于它把手机做到这么小的同时 还塞下了那么多东西 苹果可以的 接下来是我心目中2020年的最佳安卓手机 这也可能是本期视频争议最大的地方 2020年我上市了几十款安卓机 这其中有很多都是质感爆棚 体验出色 极具创新的产品 所以能成为我心中2020年的最佳安卓机的产品 也肯定是各个方面都很强的 不过这个级别的高手过招 早就不存在谁吊打谁的情况出现了 所以我心目中2020年最佳安卓手机 或是一个相对主观的选择 说了这么多 这款机型是 华为的Mate 40 Pro 钻石排列版本 不是Mate 40 也不是Mate 40 Pro Plus 也不是Mate 40保时捷定制版 而是Mate 40 Pro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首先我很喜欢质感出色 并且设计最好有辨识度的产品 尤其是到了旗舰定位这里 大家配置已经拉不开什么明显差距了 设计和质感就是每个品牌相互区别的最大要素 提到这里 小米基本可以直接被排除了 虽然前面说过 小米进步很大 但有一说一 小米是整个系列在质感和设计上 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这个得承认吧 2020年还有一款产品我非常喜欢 就是OPPO的FIND XR Pro 不过这款产品没有无线充电 这一点在起电机界面 我也是接受不了的 iPhone 12 Pro Max 太沉了 用了一天我就不是很想再用了 华为的Mate 40 Pro Plus 在参数上是整个Mate 40系列里最强的企业 但也是因为重量的原因 我不想用那么压手的产品 最后选来选去 看来看去 真的还就是Mate 40 Pro 我最喜欢用 709000的表现很出色 华为这一代也加入了双声器和10连键 挖孔里集成了巨多的功能 拍照也是顶级水准 像无线充电 防水防尘这些地方也都不缺 虽然屏幕是90Hz 但经过几次优化 现在华为也几乎做到了全局90Hz B站内的滑动也都是高刷 就我认为华为在2020年 真是拿出了非常优秀的Mate系列 如果我是说如果 如果Pro系列的屏幕不需要抽奖 那就更好 这样我还能再吹一波 我不知道现代弹幕会是什么样子 各位心目中2020年的最佳安卓机是哪款 欢迎分享你的答案 接下来几个我心中之最 可能就没那么让人开心了 一个是2020年我买过最失望的配件 另一个是2020年我心目中最失望的品牌 等一下 我要先改一下 低情商的人才说最失望 高情商的人都说可提升空间最大 那么2020年我买过可提升空间最大的配件是 苹果的MagSafe充电器 我觉得MagSafe这个点子很好 但这个充电器我是不太知道 它的使用上的优点具体是啥 这个配件非常的挑头并且充电速度还是很慢 相比于博尘厂商现在动辄大几十瓦的无线充电 苹果这个MagSafe真是显得捉襟见褶 并且这个售价还贼高 有些钱无论是买立式充电器还是买躺式充电器 我觉得都是更好的选择 别和我说MagSafe可以边充边玩 就现代iPhone这个散热水平 你确定一边充还能玩得起来吗 最后一个是2020年可提升空间最大的厂商 一家 一家在2019年凭借着2K加9Hz的一家7 Pro 赚得盆满钵满满 并且成功带起了高刷新率这个风潮 而且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一家竟然在2019年独占这个大卖点 正是这个巨大的优势 让一家在19年收获了很高的人气 也让很多不太关注数码圈的普通消费者 尝试去购买一家 不过到了2020年 当2K加120Hz已经见怪不怪 高刷新率已经烂大街了 在失去了这个优势以后 一家在2020年的表现可谓是乏善可陈 并且在软件上几乎是原地踏步 连OPPO和Vivo的系统和的外观设计和操作逻辑 还有过渡动画上进步巨大 而一家的轻微S拿起来用一用 那和我几年前用一家粉的时候 感觉几乎一样 一家在2020年的产品 你不能说差 但真的无聊 希望各位加油不要骂我 我在高中时就开始买一家手机 一家一代我最后购买 我是真的希望一家能不断进步 推出更好的产品 但2020一整年 一家都没有给我带来什么 让我眼前一亮的东西 希望2021一家能再接再厉 拿出真正不将就的好产品 OK 以上就是在2020年 我观察和体验了各家产品以后 想要和各位分享的一些感受 2020年对于智能手机行业来说 依旧是竞争十分惨烈的一年 尤其是国内市场 大厂开始带着紫品牌跑马全体 满足细分人群 小厂则很可能一年只能推出一款旗舰 无力迎战 如今的智能手机早就不是百花齐放 而变成了寡头纷争 2021年 还有资格在排局上的厂商 一个手就能数过来了 小米已经打醒了2021年的第一强 蓝场的iQOO也蓄势待发 三星旗舰也即将到来 2021年还有什么让人惊艳的产品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期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如果你喜欢我做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投币转发 如果可以的话 再点击关注 大家支持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是HIK 祝各位好运 拜拜 拜拜